作詞・作曲 李宗盛 我16年尾還有加入ACCA 當時仍然有PAPER 1和PAPER 1 2 3 還未轉換SPR和SPL的制度 當時初出來完全不懂 先選PAPER 1 我發現PAPER 1和PAPER 3 其實都是有他們類似的位置 大家都是互相應的 我當時就選PAPER 1和PAPER 3 可以先做PAPER 2 所以是SPR之後才去挑戰 因為這是我自己比較弱一點 所以我就覺得我被自己上了軌道 我學會了一些試驗的技巧 我才去考一些我自己比較困難的方法 那這個就是當時的選PAPER 1和PAPER 3 那承認PAPER 3的時候 我的成績都比較上理想的 那我就選PAPER 5 Advanced Performance Management 這個就是因為見到自己 在哪一方面可能強一點 或者比較上舒適一點 我就會去選PAPER 3 而最後我的optional paper 就是PAPER 3 因為這個是純粹我個人的興趣 和我的工種無關 一就是看你自己考試 你自己的強項在哪裏 第二可以依應自己的興趣 可以給你一個推動力 你去怎樣考 那考試剛才提及過就是 Time Management 其中一個是 在市場裏面的Time Management 真的很重要 AGCA在無限角色都提及過 因為你專注於做其中一條 你可能最多拿到50分 你是想合格的機會是比較少 所以你真的要想清楚 到底怎樣鋪排你去考試 還有真的需要去給我一個努力出去溫習 還有Learning Partner 我都覺得是有幫助的 因為你會看回自己到底 可能你真的覺得這科 你沒那麼熟 你真的會需要一些人去幫忙 去體驗一下 我都明白其實對於我來說 當時我也有想過 去Learning Partner 是要給一個費用 而自己溫習可能不需要 但你都會想回其實那個Value 可能你去了你合格的機會率會大一點 因為你明白了那個技巧 你知道了那個Pointers 做Path Paper 為什麼他會有Path Paper給你 就是因為他覺得 這些是你應該要知道的東西 那這個就是你去給自己練習其一 還有你知道你考試技巧 你可以計算自己的時間 是要多少去完成一份卷 我做的那一間銀行比例上 是一個Global Scale Internal的機會都比較多 那當然不是說一定要是比較大的機構 就算自己公司那些 你考了一個Qualification上面 第一你的Boss是會見到 你有個Drive去improve 去不斷增值自己的 第二如果你真的剛巧做到 好像我們這類型的機構 你可以有不同的部門 你可以去選擇 因為你多了一個Qualification 可能你想走Finance那邊 或者可能你想轉去Accounting那邊 我個人這樣我其實是做一個 Project Analyst 但是我亦都有不同的Stakeholder 可能是做Portfolio Accountant Budgeting那些 那我自己的 我個Manager跟我做Appraisal的時候 都有跟我提及過 你將來因為你都考中ACCA 你會不會考慮去我們隔離 Portfolio Accountant那邊 那其實某程度上 幫我鋪緊個CareerPub出來 而未必需要我自己去說 都別人會認識到你的努力 好